徐瑞芝日前爆发争议,演绎事业一度停摆,不过来他传出将与李湘,朴炳恩合作主演TVN新剧下原名夏娃德文,摆脱争议再回归的消息让许粉丝都超惊喜。 近日官方公开剧本研读会现场,这也算是徐瑞芝在争议后首度亮相,他在剧中身复仇女神,与朴炳恩纠缠,被李湘爱惨。 剧情当精彩。 Photo from Never夏娃德文讲述轰动韩国的财阀而照原。 婚诉讼的原因是因为一位平民女人,将揭露百分之以上从夫妇离婚文内幕的故事。 致命美丽悲剧。 爱背叛阴谋复仇,高品格婚外爱情剧。 韩剧史上最去,最有力量的美丽女主人公即将诞生。 Photo from Never夏娃德文维之饰演女主角,是一个虽然拥有天才父亲和美丽亲, 但在经历不幸的家庭时候,变身为具有致命力的危险之花一样的角色, 同时也是二兆韩元林诉讼的中心人物。 Photo from Never劇中,女主角拥有惊人美貌,虽微笑着,眼神中却充满愤怒与伤悲,会将靠近她。 男人全都玩弄于手掌心,小时候的冲击经历,慕言行拷打,背叛欲望, 让她前往美国学习复仇虚的一切,音乐、跳舞、心理、经济。 忍耐着准备了数十,洗涤自己的身份后伪装成平凡职员的妻子接财阀会长, 愤怒自己打算自我毁灭的她就这样。 走在两个男人之间,Photo from Never,朴炳恩将在剧中饰演才介一集团最高经营者, 这也是朴炳恩出道20年来首度,是担任男主角。 朴炳恩2000年出道至今,在出演的作中多饰演配角, 近几年开始担任戏份较多的主角色,日前还与全智贤合作了Netflix施战朝鲜, 亚信传,新出演的作品则是由全杜妍、柳俊烈主演的JTBC人诗格。 Photo from Never而李湘饰演人权律师徐恩平, 优秀的她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 直到她遇见了女主角,成了为爱情牺牲自己积累的一切的人物。 李湘出道14年,累积了多部影视作品, 她曾在《当你沉睡》饰演反派, 去年主演的《家庭长剧》结果一次了在国收视率也很高, 最新的作品是MBC直到疯狂。 Photo from Never官方日公开剧本研读照, 主演徐瑞之、朴炳恩、李湘、善等一起合照。 Photo from Never夏娃的文总共16集, 原预订2022上半播出。 其实小编觉得徐瑞之还蛮适合这次的角, 有点像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里美丽又危险。 高文英,感觉会驾驭得很好, 朴炳恩、李湘也飞。 贴合角色形象,是很值得期待的组合。 朴炳尼克来follow们的Instagram的kdaily。 当日公开剧本尊丝通过期间,